以前的狗是養來看門的 以前沒有人養狗來玩的 有些狗是很兇的 所以就害怕 我以前也沒想過會跟狗相處 或者跟小狗一起生活 所以有時發生的事情很奇怪 我是Coonie 姓陳 我的眼疾是RLP 現時的狀況大概是一兩成左右 這是我的動蠻犬 牠叫Happy 牠是香港盜蠻犬服務中心 第一代在香港繁殖的盜蠻犬 我之前不喜歡狗 也沒有那麼近距離碰過狗 我第一次見過的時候 不請牠吃東西 牠好像對著我笑 好像一見鍾情一樣 很想帶牠回家 Happy本身對人不認識你 都真的不太理睬你 但是牠跟Coonie一起的時候 很喜歡牠的聲音 很喜歡摸牠的力度 覺得這個人都很柔軟 好像我一樣 Happy又不會覺得 牠著我那個不是Edit 我不走 就是出乎我的意料 沒有Happy之前 回家就害怕 因為怕天黑 要很集中精神地認住電燈柱 八點後 我都覺得很晚了 就去打電視 公眾聲明 有時候公司有朋友跟我去 我去到門口就收了一支手掌 沒有人跟我去的時候 我就不去 上次就打破了這件事 我帶Happy去 不會好像以前那樣 太戒懷 你怎麼看你 之前我拿手掌 去到某些地方都會收起來 現在你收不住那隻狗 反而都很驚訝 因為Happy是本土長大 本土訓練的 配藥的 我們是人多的地方 被人給得很厲害 外國的狗 都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 煎食應度 未養狗的時候 就不明白 為什麼人們對那些狗 這麼有感情 我有朋友 他們的狗仔 養十六歲 才離開了 他很傷心 都放在Facebook 我當時看完之後 沒什麼特別反應 一年之後 他們又放出來 又再說多幾句 我聽完之後 我自己都流淚 現在真的親身感受到 自己身邊的狗狗 對我們的影響多大 以及我們付出 大家互相的感情 是多新